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Hanson 那今天呢 要來介紹一下我的烏龜 那今天來介紹巴西好了 因為我在今年的時候啊 陸陸續續其實又抓了一些龜回來補 不再是像去年可能只有 玩焦糖巴西而已 那我們今年其實也進了少數幾樣 我覺得還蠻可愛 然後今年價位還蠻親人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我們的元老 抓一下給你們看 還記得去年我抓的時候很小嗎 大概50塊大一點點吧 你看今年他已經長到這麼大了 然後母的 那我原本不是抓三隻嗎 那我後續影片其實有拍一隻 就是裡面有一隻比較小隻的 他已經離開了 那剩兩隻剛好一對 那只是說 今年上個月的時候 蠻意外的 功德忽然 欸 經過一夜之後 既然就浮在水面了 就玩寵物來講的話 總是會遇到一些 不會想遇到的事啊 尤其這種生死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忽然暴斃說 我走就走也很難說 那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這一隻 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隻真的蠻漂亮的 交場長大其實也非常耐看 那這是我去年流線流到現在 其實這種大小應該都還蠻穩的了啦 那差不多跟我的手比的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 我們來看這一缸 這一缸這個原本要來做給烏龜使用的 那現在目前裡面已經放龜了 那這一缸呢是我今年補的一對焦糖巴西 看到了 那我們看一下 這隻也是母的 但是跟我剛剛的比的話 他也是去年的苗 他跟我原本的比的話 他比較小隻一點點 那其實不要緊 因為這個要人生喔 今年一定是不可能的 也是要望明年看看 看一下 也是很可愛 那我們來抓了龜的 龜的比較小隻一點點 龜的在這裡 但是龜的背甲的紋路呢 這就見仁見智了啦 那有人覺得特別 那有人覺得好看 有人覺得不好看 那不要緊 我只要他的性別而已 那你看龜的 龜的尾巴有沒有 就特別出 跟母的比就有差A型的有沒有 而且龜的前爪的指甲也會比較長 然後這隻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陰陽眼 你看他這一眼 比較不一樣有沒有 跟左邊正常焦糖的瞳孔不同 我們看一下尾巴 我們再抓一下母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知道龜的差A型的哪裡 母的特別短 龜的特別的出 跟屋頂的分法一樣 大小其實也是有點差異 通常同年紀的龜的話 母龜會長得比較快一點點 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說 現在公小母大其實都算正常的 好 抓一下我的 大家看一下 貓 好 其實天生真的更弱一點點 白化的物種好像都會有這個問題 那今年來講是剛好在水塾館看到 覺得還蠻好 真的蠻可愛的 而且他很廣 那就抓了三隻來玩玩看 那目前我白化 那我的餵法 我是丟比較大量的飼料啦 讓他們就是 隨時都看得到飼料 讓他們去吃 那目前養差不多快兩個禮拜了 那餵食目前還沒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 殼色非常的黃 其實我不知道影片拍起來效果會如何 但是我們現場看 我是真的覺得他還蠻黃的 而且這還蠻可愛的 好 真的是白化87 我今年還是有帶了焦糖的苗 那目前來說還蠻厚實的 就是我這樣看 目前的餵食也都還蠻穩定的 因為有去年的經驗啦 所以說今年在顧的時候 比較 我就更上手一點點 然後也比較知道人預防什麼 因為像我給你們看另一隻 來 為什麼這一隻我 個別的飼養呢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食慾 特別的沒那麼好 他吃東西比較慢 那如果說 我如果跟其他兩隻健康 鎖食意願比較強的龜放在一起的話 很容易他們把飼料吃完了 他可能還沒吃到 所以說這隻我是個別養 那個別養呢 情形下我觀察了一個禮拜啊 吃什麼 也都 挺正常的了 也不用怕說他吃不到飼料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是肥肥的 活動力也都算有 抓起來不會說 好像快沒力沒力的 你看都肥肥的 那這隻來說的話 我應該 會再個別這樣養一個月看看 一個月後 如果說都沒問題了 就把他放回去一起飼養 活動力都很好 好我們再看其他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也是白化巴西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是紅紋 給你們看一下 我把影片拍拍出來 其實你看背甲都有紅色的紋路有沒有 很漂亮有沒有 真的是跟龜友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跟你說 有時候龜友推坑就這樣子 就跟你說 那個是 有的白化龜很漂亮啊 帶紋路的 然後我就開始去查 你知道嗎 我就找到一間繁殖場 欸 他的總龜真的很漂亮 那一看就是很喜歡 那我就開始蜜老闆 然後剛好運氣還不錯 他今年還有苗可以出 那我就也是帶了三次回來一樣 都很漂亮 你可以看一下他們的殼 都有紅色的紋路 那 期待一年啊 因為 老闆有給我看一年的殼的變化 我覺得一年變化就還蠻大的 那到時候在 一年後我再拍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一年後變得如何 老闆是說這一隻不錯 因為這隻還小 紋就還蠻明顯的 有興趣的話 這類紅紋巴西啊 我是去太家風看的 那那些老闆的話 其實人還不錯 我肥尾啊 也有跟他們抓過 那 我是覺得都還蠻 健康的 那品項也都很好 如果說你也喜歡 這類比較特別一點的 可以找他老闆 那 那我們再來看另一種 這一缸呢 也是去水族館看到的 覺得算價位還算找到便宜 那 這也就不方便透露價位 不用你想要做生意了 那可以看到這一隻 粉雪 那粉雪就雙基因啊 就是他本身帶焦糖跟白化 所以會有雙基因的組合 粉粒透紅有沒有 那 我覺得粉雪啊 其實也是視力比較不好 所以我在餵他的時候 其實我飼料也是 頭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的觀念是飼料便宜 你 頭多一點讓他吃得到 總比他吃不到來的好 這隻目前 體態也都不錯 那也是 如果要繁殖的話 可能要明年才拍得上用場 這隻今年也是 太小 那還有一隻 是 參加一個社團活動得到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隻 這一隻是參加一個烏龜的社團 裡面有一個 我覺得蠻富樂心 還有 分享心態的龜友 他分享的活動 那 這隻來講是原生社 的巴西 那其實他是有帶基因的 那 那時候 他是有跟我說帶了 黃化跟 黑巴 黑巴 這兩種互配下來 不會一滴帶 就有效果 一定是原生社帶基因的 那這隻就是 可以看一下 那其實原生社還不錯啦 就是我覺得原生總不錯就是 深強體健 但是也是屬於第一年苗 可能在三個月就得 放在室內過冬了 一開始來還蠻綠的 現在已經開始有點跑黃了 咖啡色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養原生種的巴西啊 那應該是我國小的時候吧 我後來就沒再養過原生種 其實原生也是很漂亮有沒有 你看眼睛藍色的 蠻感謝讓各位龜友分享 但是如果說 你要生出 就是 帶兩種基因組合的話 變成說你的紙袋也是要找 跟它一樣 同時擁有雙基因的 才有機率出 這種 更新的變異的個體 好啦 大概這個就是 我今年補了一些 巴西的 基因進來的個體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先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